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aruk 拥有同性能最强的封号 搭载3.0升涡轮柴油引擎 能输出224P最大马力与56.1公斤米最大扭力 这次原厂特别安排一道拖重关卡 Amaruk 既能轻松带着一辆双程拖板车前进 而且上面停满7辆Amaruk 总计有38吨重 相当于约19倍的差距 若要拖一台露营车铁定相当轻松 来到第二关 50度斜坡 先是侧身爬上高处 靠着最大29.5度进入角 20.1度穿越角 及18度离去角的游移数据 完全没有底盘摩擦身 接着直线爬升50度斜坡 只要给足油门就能轻松征服 再度展现强悍性能实力 同时透过陡坡起步功能 就算中间暂停都不用怕滑下去 越过50度斜坡 就来到充满黄土的越野赛道 在抓地力明显不足的黄土上 Amaruk靠着前驶四轮驱动系统 就算是高速过弯都相当稳定 几乎就像带开国油路上一般自然 紧接着还跨越炮弹坑 高地落差巨大的路面下 凭借着机械式后轴叉速器锁定系统 完全没有打滑问题 就能轻松克服这种险峻地形 作为台湾唯一德国进口皮卡车 拥有同级最强性能的同时 更具备相当强悍的越野能力 除此之外 还有五人座 有如SUV一般的舒适乘坐空间 以及适用商业用途的载户能力 让都市通勤与出游越野都能兼顾 对于如今热爱旅游的台湾消费者来说 不失为一个好选择